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的产级新闻还公布了一个独家新闻就是 现在日本为了因应台海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他们竟然已经有一个撤桥计划 而这个撤桥计划非常的完整 也就是在台湾西边的竹富丁石原市与纳国道 还有宫古道这些地方 总共加上观光客他们评估有12万人 12万人怎么透过民间的航空器 透过这个船只将我们移到日本的本道 送到了九州去 搞了半件事我们觉得台湾新鲜无战事 我们觉得这个战争根本不存在 难道现在日本已经真的非常认真的 对战争进行准备吗 而这个准备其实已经经过了四年之久 因为我们看到了 日本每日新闻就提到是 在四年之前 当时安倍曾经开过一个秘密会议 这个秘密会议 他就问他的所谓的国防跟外交官员说 如果中国跟日本终续一战 日本能够挡得住中国的攻起吗 没有想到与会所有的人全部沉默不语 全部的人都不敢讲话 这个时刻安倍就讲了 我们不能逃避问题 所以这个时刻就看到 他就开始进行一个美日共同作战计划 你现在看到了撤销计划 你现在看到的所谓的强化西南柱道 强化的弹药库 强化的跑道 都跟这个计划有关 也就是现在日本为了跟中国终须一战 竟然已经准备了四年之久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台日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 我们刚才讲到了 现在台积电不但是要到了日本的雄本 是要去设厂 现在这个厂可能还会有二厂 甚至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合作 也在进行当中 好 我们今天请到来宾的代表 手一档 财经专家黄收收鸟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电视报的张吴志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十二面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政问题的 韩征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政问题的 荣耐德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全球防卫杂志佳 采访主任陈国明 大家好 好 走 其实要把我吓死了 第一个是戴卫生来 戴卫生当时信誓单来讲 2027年 中国有可能来尝试进犯台湾 已经把我吓死了 你只是嘴巴说说吧 你只是嘴巴要这样讲 美国居然是要争取军费 搞了半天日本是玩真的 日本产经新闻居然做了一个报道是 他们连撤侨计划都有了 保洁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的 为什么呢 上日本今天产经新闻 丢出一个大家看得都吓一跳 他说日本准备 刚公布一个 如果万一开战的时候 包括琉球珠岛 还有包括西南珠岛 他们怎么后撤到 日本本土的这个计划都出现了 而且他这个计划 保洁非常聚细迷 他不只公布这个计划 还有这个路线 他说日本三月要演练 他要演练 他要动员所有可能动员的 动员的船只都要演练 一共要撤多少人 撤十二万人 十二万人撤为日本本土 你看这是个多大规模的这个后撤 虽然他想这个计划想了多久 那还不只这样 你看日本还要做什么 他最近还要撤侨之外 还要在西南珠岛 盖非常多的弹药库 还有后勤补给的系统 也就是说他也不排除要战 但是要撤退他也准备好了 所以这一套做法都完全都准备好 那你说日本怎么说这个想法呢 实际上是2018年 安倍就这样说了 因为安倍当时呢 在开一个内阁秘密会议里面的时候 就问他们说 问这个国防部长 那个防卫部长就说 如果我们跟解决军打仗 会不会打得赢 就说沉默不语 沉默不语之后 于是他就说我们现在 要把针对日本可能遭到攻击的恶梦 作为现实好好的准备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开始了进行 这一连串的这个铺排跟布局 所以石头你说 那一场的密会在2018年 当时安倍晋三是首相 当时他的副首相是麻生太郎 他的这个所谓的防卫相是阎吴义 河野太郎是外相 菅义伟是他的官方长官 在这个秘密会议里面 他讲你们能击败中国吗 所有人沉默不语 对 市长保洁 这个2018年这个时间非常有意思 因为2018年年终的时候 其实当时呢 李克强才去访问日本 所以当时人家就说 两个日本观众 是恢复了 可是他反而在 接下来几个月里面 十月开了这个会议里面来说 他就说 你们你看 当时有麻生太郎 还有河野太郎 菅义伟他就包括说 阎吴义几个人 他就问他们说 如果假设真的我们这个 跟中国开战之后 我们能够赢吗 结果你知道 他当场敦促个人 他直接面对现实 结果他 他说能够赢吗 结果当场的高阶观点 完全都低头不语 不说话 结果他就说 我们要直接面对现实 不可以一概四线 也就是说这样的话 所以也因为 他知道日本打不赢之后 所以你要一连串紧接下来的话 美国跟日本 就有开始非常紧密的 所以说当时安倍就开举 去说服美国 开始去说服这个川普 然后开始去拟定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两天的美日共同作战计划 所以才一连串 包括说 我们怎么看到 2018、19年之后 如果大家记得非常清楚 2019年之后 紧接着巴佩特就去投资 这个日本的武达上市 所以这个好像都有一个铺盘 美国愿意放开日本的 国防的捆练索 所以一切都是这个会议之后 他觉得说 糟糕我们赢不了了 所以说这是 今天美日新闻的独家 对那你看 事实上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这几年 你仔细来看 这个美日共同作战计划 到底是什么内容 大家不知道 但你可以看到 他们一直在演练 包括说什么历舰演习 还有很多共同作战 夺岛演习 很多都是在西南诸岛 针对西南诸岛发生冲突之后 我怎么去夺岛 我怎么去 甚至连美国跟日本的 编程的这个 这个国防军的编程 都因为因应所谓的西南诸岛 会发生的状况之后 来做一个准备 所以可以想念到 日本真的是已经准备了 非常久的时间 而且刚刚讲的 《产经新闻》做了这个独家 他不但是把 有图有真相 他把所有的图表 当时连 所谓的八重山里面 足复町 宇纳国道 多梁尖村 大神岛里面有多少人 有多少船 我要移动多少东西 居然巨细迷 全部都弄出来 我就说这是个非常 这个重要的文件 为什么 他就要发生 一旦解放军攻台湾的时候 他们认定 解放军一定会攻击琉球 还有西南诸岛 所以第一个时间 他说不是只有打台湾 对 他也可以打石垣 会打宫不道 会打宇纳国道 对 冲绳本岛 所以他们一开始 设定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很简单 他就这样子 好 这两 这边主要有两个丁 一个是宫古地区 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是八重山地区 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说好 我们现在把它分 八重山地区有竹复丁 还有宇纳国丁 大概人数都是多少 都说出来 不只人数 做约莫八千人 你可能坐船 那宇纳国丁呢 有一千人坐船 还有三百人 因为他们有一个小飞机 所以可以飞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宫古地区有多良间村 还有大神岛 好 他们我们多少人要坐船 多少人坐飞机 都非常清楚 好 那他们撤来之后 第一个先撤到石垣市 还有宫古岛市 因为这两个地方 是最大的城市 就从小地 小岛到大岛 然后大岛之后 有八千五百人可以坐石垣空港 回到这个福岗空港都出来了 那石垣港的话 可以坐一千五百人 回到鹿尔岛的新港 那你看这个宫古岛的话 有可以回到这个鹿尔岛的空港 还有夏地岛 可以回到鹿尔岛的空港 然后平良港这个地方 回到鹿尔岛的这个 所谓港口 所以他整个路线是相当清楚的 好像不只路线非常清楚 他说好 那他们想定是这样 为什么会撤到 这个日本的本土 他说很简单 因为重省也会被攻击 所以你不可能 不能到 不能撤回冲绳 直接回九州 你们就只能 直接回到九州 去这个地方 那冲绳奔岛要怎么办 他说第一个时间 攻击第一个时间 他说所有冲绳民众 进去屋内避难 所以他们整个避难 完全都已经想定好了 所以台海如果发生战争 整个冲绳地区都是战区 对 他们日本的想定就是这样 而且还要把人员都撤走 那这一共要撤多少人 他说 包含当时可能预估的观光客 大概有十二万人 要全部撤走 所以他们就说 他们三月中旬 除了政府和这个冲绳线外 与纳国老 其他离岛的五个城市 会使用私人通信系统 还有私人飞机 还有船只 进行快速演练的试验 所以他不是随便说 他是要真的演练 而且他说 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最大的力度 是一天能够疏散 原谋两万人 那我们现在还要再加强 这个所谓的 未来的飞机的数量 还有船间的数量 务必要在几天之内 把这十二万人 全部都要送回九州 你知道日本是完整 他们是认真的在 考虑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还觉得台湾 这西线五代事 中国到底会不会打台湾 我们还是觉得 是一个大的问号 没有想到美国跟日本 已经非常严肃的对待 刚刚讲到日本 除了有一个撤销计划之外 刚刚讲这四年来 他不断去强化 他所有的西南诸岛里面 刚刚讲 我要设飞弹系统 我要设这所谓的防卫系统 设所谓的油弹库 都是由此而来 没错 市场根据这个日经亚洲 说法是什么 今天呢 他说日本防卫省 计划在西南诸岛里面来说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主要未来 如果做好了这个弹药库 除了日本的支援队 可以使用之外 他跟美国一起共用 好那不只是这个样子 抱歉还有 因为日本目前大概 1400做的这个弹药库 但是因为过去日本 比较防卫是在 北海道 是俄罗斯这边 虽然过去都是比较偏在那边 但是西南诸岛这边 西南方的话 可能弹药不够 而且目前为止来说话 整个这个日本的 大概七八成以上都在北边 虽然他说 九州还有这个冲城地区 弹药库存不到10%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要开始 大量的增加在西南诸岛 可能宫古岛 云纳国岛 石渊岛什么各式各样 都全部都要放非常多的 主要是靠近台湾的岛屿 可能都要增设这些 所谓的弹药库 而且这些弹药库呢 是比过去日本的 设置的弹药库 都还要更大的一个规模 所以难怪 这四年来 他从里到外 刚刚讲的 我的弹药库开始做 我连我的军队的编制 我的军队的指挥系统 还有跟美军的一个训练 完全改头坏面 而且那事实上 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日本与全国 大概有15个师 他们分布在这个地方 那15个师里面来说的话 他们有非常多 你看 比如说原本的机动 原本的机动师 是什么意思呢 机动师就是除了 这个驻扎在当地之外 我可以马上 调到别的地方去 那所以过去呢 可能有8个师 大概可以机动的调动 万一打仗的时候 其他的师是不动的 那其他这个 有机的这几个字呢 他就完全可以 往南方去这个西南诸岛 支援 但是现在日本不是了 日本现在是 你看每一个都是机 全部都机 对 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 未来的每个时间里面来说 我每一个军团呢 万一西南诸岛有事 每一个军团都要能够 支援到西南诸岛去 都可以机动调动 所以这是他们 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所以他们显然认为 西南诸岛真的是 有可能会爆发冲突的 一个可能性 好 我刚刚讲到的 现在日本几乎每天都在 讨论台湾的议题 讨论台湾的中国的问题 然后刚刚讲到的 所以他们 我不知道台湾拍到 NH开到 中国在美国 日本自己拍到 他们的油弹库 怎么样子来提升 怎么样去建构 清清楚楚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除了这个日本本土 他们所谓 相当的补充的状况之下 现在呢 现在冲绳也要开始增加 所谓补充的这个状况 也就是说 从日本的九州 还有冲绳 是前线 万一真的作战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要撤退的时候 他是当成是前线的补充战 所以你看事实上 加首纳的这个 美军加首纳的弹药库 开始扩大 另外冲绳也 冲绳的这个基地里面 有非常多 这个资卫队已经到那边去训练 所以他们也要强化 整个在冲绳的整 整备 还有物资补给的 相关的这个东西 所以他事实上 现在日本的作战计划 也是非常的明确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的作战计划非常清楚 西南诸岛只要出现 几奇状况 他的所有的海军入战队 两栖驻战队 马上行动 对 你可以想 他们就开始作战 你看夺环作战展开 也就是他们被攻击之后 我们还会夺回来 从他们本土调动军队过去打 所以那事实上 日本整一套方案都已经有 完全非常准确的一个情形 而且你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真的是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现在不是军事上的合作 你知道特别想到 台积电去雄本的这个设场 对 事关重要 对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日本雄本的这个第一座厂来说 是主要生产22跟28奈米 for日本的这个车用半导体所使用 但他现在人家就说 他可能会在日本盖第二座厂 的确台积电已经在密切的进行之中 而且他去盖了 应该会是先进的7奈米或是10奈米 日本最先进的这个晶圆厂 会在那个地方盖 他盖7奈米 对 所以他一定 一共在日本会有两座厂的这个投资 未来的一段时间 这对日本到底多重要呢 因为第一个 你要有这个车用晶片的话 22、28是一定要的 那如果你要先进的AI 或是说自驾车 你要用7奈米或是10奈米 这个这两座厂 才能够满足日本的所需 对 那为什么 那你要说 那他在日本盖了 那对台湾有什么 有什么这个影响 他不是就产能外出 我跟你讲 我刚才就讲过 事实上所有的生产的data 是从台湾发出去的 对 所以台积电当掉的同时呢 可能海外厂也都会同时当掉 所以这就是这样嘛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 你说那个像不可能任务一样 我们丢了一个指令到了日本的厂 日本的厂接受这个指令 有了参数以后开始生产 如果台湾不把指令弄出去 对 他没有办法生产 很多data都在台湾嘛 所以我才说 大家不用担心说 哎呀怎么在掏空 事实上他们有一套 非常完整的这个逻辑在这个地方 那这也是 日本为什么一定 不希望台湾被打下来 因为事实上 我们台湾跟日本的 这个经济往来关系 太密切了嘛 台湾一旦出问题的时候 日本绝对会出问题 这是日本 不只是经济出问题 日本的国防 还有日本的安全 都会出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 你在讲的 刀子大家在讲 台积电会不会去日本社长 你说一定会 对 你不单说一定会 现在不单去会 而且更深更广 一定会更深更广 那去欧洲会不会社长 一定会去 因为欧洲车长 非常需要台积电去 欧洲也要去 一定会去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说 台积电 我们未来什么 台湾被掏空不用担心 因为这反而是全世界 会更需要台湾的一个时间 董事实上 我一直觉得 台湾过着太平 所以也过着西线 无战事的日子 就没有想 第一个戴维生来吓我 说2027年 中国会尝试 进犯台湾 第二个是 日本完真的 它居然有一个撤销计划 撤销里面 刚刚讲的 宇纳国道 宫古道 有多少人 要用船还是飞机 全部都计划好了 有这么严重吗 我现在这个逻辑 很有意思 我们要解读这个事情的话 首先那个 日本前 前印太司令部 司令戴维生的讲法 他认为 之前的说法是 2027年 中共会完成 作战攻台的准备工作 今天的说法 可以进犯台湾 但是我认为 前面的说法比较正确 准备 2027解放军 已经完成了 攻台的准备 这个是事实 那我们要如何因应 我相信我们 台湾也有不同的想法 那第二个 有趣的在哪里 今天这个演习的目的何在 撤销演习 撤销演习目的何在 那这12万人 这等于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全部撤光光了 你说对 把石原宇纳国道 公布道全部清空 对啊 台湾居民 平民老百姓 全部撤光了 对 那换言之下 这是变战场嘛 这个将来一定是解放军 非打不可的地方嘛 为什么是非打不可 为什么地方 因为滨海作战团嘛 滨海作战团 美军的 因为A2AD 对 A2AD已经让美国航空母舰出不了港嘛 对 那怎么办呢 它这几个小岛不是已经设计过了吗 对 全部用西腰三洞 用海军陆战队 对 带着这个 海马士 海马士 然后到这边来 直接攻打这个解放军的源头啊 这是美军才有力量去攻打解放军源头耶 所以说 搞了半天 它不是手 它是勾 就是我如果发生战争了以后 我这个地方清空 清空以后让美军进来 美军进来变成这个攻击基地 进攻基地嘛 所以它进攻基地打什么东西呢 打中国源头 打中国的源头 所以老公要不要打你嘛 当然也要 所以老公非打他不可嘛 所以这个是美军的进攻基地 他才要非要 他不设想怎么办 他不设想 所以说只要台海发生战争 石原宇纳国岛跟孤岛 就会变成战场 变成战场 我要把老百姓给撤走 所以他不是撤走 起码他做这个准备工作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这几个小岛未来都会变成 从帛琉开始 一条第一岛电的外围 全部都变成了 所谓的滨海作战团的 游击基地嘛 对 而他的西洋山洞 向南你不知道嘛 他西洋山洞下来 海马斯下来 他战斧飞弹架好 就打嘛 攻击完了怎么样 就跑了嘛 不是就这个吗 用分散性战术嘛 这就是这些小岛 在那边跑来跑去嘛 让你老公打不到我 但是我可以打你源头嘛 这个源头解决掉之后 他的航空母舰才敢出海啊 航空母舰不敢出海嘛 所以那日本人知道 你要在我家打仗 我还把老百姓 留在这边让你打 当然要撤掉 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老美会不会告诉他说 我要去哪一个岛 当然不会 不会跟你讲嘛 我腰山洞下来的就打了嘛 打了就走了嘛 他可能前后可能就几个小时 时间就走人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这么重要的机密作业 日本人不会知道 所以他先演练 先清空再说 先演练 如果有这个演习开始 他先开始先演习嘛 对 先演习让他有个疏散的力量 他的作业的能量 他的运输能量 要建立起来嘛 那这后续老美交给你就完了嘛 跟他没关系嘛 他怎么可能去打源头呢 对不对 只有美军有能力 但美军会不会打这个源头 也不一定 不知道 到时候不知道 因为以俄乌战争来看的话 那搞不好把台湾放鸽子 也不一定了 我们不知道 但起码日本人有这个 对这个目前西太平洋 要破中共的A2AD 美军的准备工作 是开始有做这个计划 这是不变的事实嘛 而且你昨天还谈到一个非常关键就是 现在美国当然是要拉帮结派 美国在拉帮结派的过程里面 他手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牌 没想到是我们的台积电 因为为什么欧盟会低头 为什么欧盟会配合美国 说你今天荷兰的这个ASMO 你不能把棋子外外 棋子外光机卖给中国 关键就是 我们的台积电 有可能去欧洲设厂 也就是现在的晶片 已经变成全球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而这个战略物资 已经被老美牢牢的抓在手上了 对 现在目前欧盟也成立了晶片法 美国也成立了晶片法 这些晶片法案里面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都是封锁中国市场 跟中国公司的产品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 台积电当然是这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他们已经把案明定 把台湾台积 台湾纳入合作伙伴了 是欧盟吗 欧盟也已经列了 在过年时间 欧盟通过这个法案了 所以这个法案已经进去了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当然就会有第二轮的竞赛开始 你也知道欧洲现在 尤其德国 这种主要的车厂 现在磨刀祸祸 都准备进入所谓的 电动车的战略时期 所以台湾金片 而且目前来讲的话 中国的比亚迪 在欧洲的销售量 是全欧洲第一名 所以这些都开始短逼相接了 短逼相接不是用过去 我们去年以前的思维 说我们28纳米以下的东西 慢慢搞 现在不是了 现在所有的控制系统 所有的AI系统 所有的无人化的准备 所有的高科技的条件的IC 全部进入车用半导体的设计阶段 好 另外一就是 刚刚讲的 现在新南铸道 日本不断去增加 它的油库 弹药库 现在把它的所谓的油库 弹药库 所有的军备 全部的提升 你说台湾也是 你说台湾现在默默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也到处 在增加油弹库 宝杰 你知道我们全台湾的弹药库 总共有几座吗 几座 总共350座 350座 不要小看这350座 好像在量上面 比日本的1400座好像要少 对不对 但问题是 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弹药库 比如说非常有名的 新北市的土城弹药库 现在不做弹药库使用了 你知道单单这一座 土城弹药库有多大吗 多大 大安森林公园的3.6倍大 单单一座 一个弹药库 3.6倍大 你就知道台湾有些弹药库 大到 可能一个地方 一个弹药库 有30几座的相关的仓库 来放各式的弹药 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 过去台湾因为面临的 包括823炮战等等 所以你看我们有8寸榴弹炮 有两次动机炮等等 那宝杰刚刚讲的弹药库 那你知不知道 我们台湾总共拥有一1.5公里以上的 各式各样的榴炮 各式各样的炮弹 你知道台湾总共有多少吗 多少 400万块 350万到400万美 可问题是 其中有三分之一都已经接近到报废了 因为炮弹生产了以后 它的火药会潮湿 所以你必须要处理这些 所谓的濒临报废的这些废弃弹 我们现在的淡水河口 很多人喜欢在那边看淡浆细罩 淡水河口下面 以前全部是废弃炮弹 全部都直接丢到里面去 全部丢在淡水河口里面 下面全部是废弃弹弹 那会爆炸吗 多到无以复加的多 那么事实上除此之外 那也就因为我们的炮弹 有些老旧了 所以还必须要不断的生产 所以事实上 那么就在拜登总统一上任的时候 我们立刻跟美国买了 9年的海军的炮弹 一次全部构筑 9年的海军的炮弹 全部都买下来 那么除此之外 现在因为在这个乌克兰战争里面 炮弹的消耗量超过我们大家的想象之外 你看那么美军自己 为什么现在包括日本 包括美国一直在这个琉球诸岛 一直在不断的要增加到 140个左右的这个弹药库 美军自己评估 他们在琉球相关的 琉球附近跟太平洋相关的 这些岛里面的这个基地 大概如果万一有那么一天 那万一美国跟中国开战的话 七天之内美军将消耗完 所有在太平洋沿线的炮弹 七天就消耗完毕了 一个礼拜就打光了 七天就打光了 那打光了怎么办啊 尤其是台湾我们要非常小心 为什么呢 乌克兰之所以能够跟那个俄罗斯 那么平分秋色 甚至于还偶有加做的原因是因为 世界各国源源不断的把 15公里的榴弹炮这些 全部都支援过去嘛 几十万颗 几十万颗全部都支援过去 可是万一老共如果来打台湾的话 请问世界各国有机会 用船运的方式 用空运的方式 把炮弹运来台湾吗 没有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老共为什么要叫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上面的飞机 不是用来打台湾的 它是要用来封锁台湾的 北东南南 美国跟日本 没有办法来救 进不来 所以你就进不来 那进不来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大概利用 废弃的相关的这个代用户 整理出64个 慢慢在今年之内 会全部慢慢把它整理出来了以后呢 大量的放置各式各样的炮弹 过去像我过去 我们特种部队三十几年前 在立昂就是谷关那个地方 空降特战中心 我们半夜就要去战卫兵 就是所谓的弹药库 那边就有一个 比如说弹药库嘛 所以台湾到处都有弹药库 不过过去 过去那些时间里面呢 有些弹药库已经放溃掉了 所以现在必须要做一件事 盘点清查 那么尤其是陆军 海军空军这三军 那么他们在台湾的这些弹药库呢 尤其废弃的全部都清查完毕以后呢 重新把它整理以后 放这些弹药啊 那为什么这样讲 刚刚讲到这个飞弹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制造的这个 那个射程啊 还有制造的这个 相关的那个弹药嘛 大概我们看了一下资料 大概包括天空三型的飞弹呢 那么一年增加到96枚 如果海射 海射的剑二飞弹是用来防空的 大概是150枚一年 反舰的雄风三型的这个飞弹 包括增程是70枚 包括雄风二型 也包括那个所谓的1200公里 可以打到北京的雄身飞弹 一年是131枚 万件弹今年要生产50枚以上 毫不当当 那么要求中科院 一年生产要到503枚 那你知道去年中科院干了一件事 我们不是要求他一年生产503枚吗 他去年生产了800多枚啊 你知道吗 他想尽办法日夜加班 然后不断地生产 明年2024年 我们将超过可能到1000枚以上 所以事实上台湾为什么要弄那么多 就是为了因应可能的这个等于说 那么相关的这个中共万一哪天犯财嘛 所以台湾不是只有飞弹岛 赤卫岛 豪竹岛而已 未来整个台湾包括飞弹 火箭弹 炮弹 索榴弹跟子弹 这五弹齐八 台湾有可能成为整个亚洲最大的弹药库 好 光明 之前有一个日本的自卫队退役中将写了一个台湾有事 日本眼中的台湾地缘重要性 结果我刚刚从这本书里面 他考了半天是 我以为说只有台湾 或者日本加起来都不错了 甚至日本跟台湾 我们之间有火力 有相互资源的关系 可在这本书里面 把印尼都加进来了 所以就知道 为什么日本要去卖给印尼这些类似海巡船 海巡船这些东西 都跟这个战略有关系 当然是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不只是口号 那其实这个这本书早在2020年就写出来 写出来是后来就更翻译 所以其实这个是世卫退役的日本智慧队中将所写的 所以其实他们刚退役 所以其实他的本职权还不错 所以其实我建议大家去看 那为什么日本会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因为万一不信 不信了 台湾被打趴或是打挂 然后其实会影响到整个日本的周边的行业 所以其实日本这本书很简单 就是说台湾有事 有事说万一万一真的被中国怎么样的 那日本就有事 那日本有事的状况下来 其实日本有看到 我们要加强相关的防御 要怎么加强相关的防御呢 其实日本它那个叫西南诸道 冲绳这个地方很有趣 那冲绳这个地方呢 距离上海东京跟台北 它是等距的 所以其实等距的话 其实在这方面 其实早在日本在2016年 这在他们的国境之西 云纳国导 设什么呢 设哨戒战 哨戒战就是监听战 因为你要先听到跟看到 才能知道 监听战 他们叫哨戒 哨戒战 那后续呢 日本又在2019年 公路跟云纳国 建什么 建防空飞弹 因为你要先撑起一把防空伞 防空伞之后呢 开始建 所谓的反建飞弹 然后反建飞弹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图 原来是这样子 左边这个图是说 介绍的 其实台湾的防空飞弹命中 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 不只是天空二型 天空三型 还有爱国泽二型三型 还有爱国泽真诚型 这些的密密码码的 其实是 算是世界上最棒的 一些防空飞弹系统 这个国外智库都有评估 都有评估 但是呢 其实能够防卫自己 还不够啊 其实我们还有雄风二型 跟雄风三型飞弹 那我们 我们再搭配 又编这张图 就大概知道很清楚 原来的日本 为了依捏 西南驻岛有事 台湾有事 居然从 宫古岛 云纳郭岛 还有安美大岛 这一系列做什么呢 布置所谓的反建飞弹 那反建飞弹之前 十二次大概是射騰 两百公里 那真成型的话 大概一千公里 那湛季的话 这一千公里 那其实我们都常常在新闻说 中国军阶会突穿 宫古海峡 其实不对 那叫宫古水道 宫古水道 130公里宽 所以其实飞弹的射程越长 其实 它那函干面比较够 那其实日本之外 我们看到说 我们台湾的 日本的云南国道 好像跟我们宜蘭 出号很像 没有错 其实在西南这一块 对 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把雄三的飞弹 反建飞弹射程 再画一个扇形火力范围 那基本上就可以构成 日本跟台湾的区域连防 那当然 当然这个是必须在 可能在美军的指导效果 才有这种效果 因为其实 不管中国军舰要突穿 第一岛链 还是说 他们要挥逼台湾 其实都可以用 这个反戒飞弹来做一个嚇阻 那除了日本加强自己的军备之外 其实日本 现在也跟美国一样 拉邦切派 拉邦切派做什么 在2007年 其实日本就出售 不是出售 基本上就是半箱送 给印尼这三艘 这巡视船 那巡视船做什么 其实基本上这些巡视船 还不错 都还不错 那这些巡视船 都让这个印尼去做 印尼去巡逻 那印尼是个万岛之国 那他的经济海域巡逻 非常的好 那除了印尼之外 日本也给菲律宾 也给越南相关的巡视船 那日本更有趣的人 居然是给了越南什么 暗基雷塔 暗基雷塔做什么 就是让越南可以沿着整个南海 去监看中国的动态 那当然了 对越南来讲 他也是有好处 因为日本给我军备 我装备 我可以节省建军成本 但是呢 我帮你看住中国的舰紧动态 这个是双方有附会的 那其实我们不要看小看菲律宾 那其实菲律宾 除了跟日本拉邦结派之外 其实他们自己加强国防 他居然是跟印度采购什么 布拉莫斯巡应跟反舰飞弹 所以其实这些周边国家呢 不管是用反舰飞弹 巡翼飞弹 还是用巡视船呢 都把整个南海 看个严严密密的 在我们节目里面 我们非常在乎这个电动车 自驾车的发展 你说 现在电动车自驾车 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这个里程碑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丰田张南 也就是丰田以前的 Toyota之前的社长 他居然认输了 他居然讲 我是一个老人了 我有我的局限性 我要下台了 我要交棒了 这个交棒怎么 他就对特斯拉认输了 为什么要在特斯拉认输 因为这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电动车的销售率 已经到15%了 他已经到了一个甜蜜点了 如果这个时刻 丰田在不急急直追 你说丰田这么大的集团 竟然有可能覆没掉 包姐这个消息 就是丰田的这个社长 丰田张南他卸任 他要给新任的这个社长 佐藤恒志来做 佐藤恒志是53岁 那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才能够接棒 而且丰田张南的趣旨 其实告诉你一件事 电动车时代 日本要全力追赶的 他之前不是讲 我要搞电动车了吗 没办法 他彻底认输 彻底认输 丰田张南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第一个 他是丰田创办人的 他们的直系血型 所以2009年在丰田 所以风雨飘摇的时候 他出来接掌丰田 那时候不是还被 叫到美国国外去骂吗 就没想到他执掌之下 现在的丰田 已经连续三年坐稳 全世界燃油车 出货世界第一 而且他目前的市值是全日本第一 他这么好的成绩 可是他还是说 现在丰田最大的经营风险 就是我一直担任社长 因为他是老一辈 然后感到作为造车人的局限性 我认为有必要在新时代引退 新的时代来了 那是什么时代 那就是电动车的时代 他正式认输 保险我现在 我说的是正式认输 他对谁认输 他对伊隆马斯克跟特斯拉认输 保险事实际上 在特斯拉2009年成立的时候 他最早工厂在台湾对不对 但后来的工厂到加州去 那他在加州的工厂是谁卖给他 谁卖给他 丰田卖给他 那他一开始2010年的时候 丰田当时还投资特斯拉5000万美金 他当时是特斯拉的大股东之一 丰田投资过特斯拉 然后当时丰田跟特斯拉 还要合作发展 RAV4的电动车 还说你未来的 你特斯拉帮我做这个电动车 就没看到 他们两个互相合作了没多久之后 好像可能意见有一些不合 就是RAV4推出来之后卖得不好 所以丰田就认为说 这个电动车根本没有搞头吧 没搞头 所以他在2017年的时候 他就把所有的特斯拉股票出清 然后赚了大概约莫4.7亿美金 他就觉得说特斯拉 我都跟特斯拉合作过啊 那特斯拉没办法做出来啊 所以就算了 我们就这样子 2017年居然把他所有股票都卖了 对 所以你知道特斯拉 其实跟丰田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丰田就说 那我们显然 这个电动车不是我们发展的状况 但是呢 因为在丰田的帮助之下 特斯拉也获得很多资源 我刚才不是讲吗 特斯拉现在的加州贡场 就是丰田用低价卖给他 因为他们原本要合作 那另外一个 这个特斯拉最早的电池合作伙伴 是松下 松下也是丰田去牵线的 松下他跟丰田都是属于山井集团 所以等于是他帮他铺电好 那丰田后来认为说 我不刚好电动车 我就没有去发展 就被他现在反过来 现在他就 他认输了嘛 他都离职了嘛 离职就告诉你他对特斯拉认输 对伊隆马斯克认输了嘛 而且这个战争有这么惨烈吗 他有可能变成第二个柯达吗 因为丰田当中来 诶 投入他多大的一个集团 他居然讲 诶 这不是取胜而已 这是攸关生死 抱歉 他其实讲的就是为什么 现在日本会很紧张的原因 因为是攸关生死 我们曾经在节目上讲过 日本的造车产业 整个汽车产业 占他GDP是20% 他的工作人员如果辐射出来 有好几百万人 所以他们的燃油车 如果在未来的电动车里面 覆灭之后 这对日本来说是真的伤筋动骨 燃油车会覆灭 现在为止燃油车已经 这个我们电动车的这个 市占率已经来到15% 我们曾经说过15%之后 就是个快速的 转换起了这个时间 搞不好在未来10年之内 电动车完全 燃油车完全不见了 请问你丰田现在该怎么办 那你知道丰田商人也不是不知道 他在过去2021年 他就说我们要开始大发这个电动车 问题是他出了第一款叫BZ4X 就出了之后卖得很好 但是卖没多久之后就召回 说可能我们里面有一些设计出了问题 因为为什么 因为电动车跟传统燃油车是不同的 概念不同 他的概念不大 他是比较算是软体比较多 而且他现在的晶片比较多 我们曾经说过 一个燃油车可能只要8颗晶片 但在电动车要8千颗晶片 请问你 我才刚跨入这个领域 我晶片从哪里来 对 我要大量生产 我连晶片都拿不到 而且我给你8千颗 你还不知道怎么做 对 所以推丰田来讲 这个学习刚刚开始 那同理可证 抱歉 攸关生死的不是只有日本 不是只有日本的汽车业 德国汽车业也是一样 德国汽车业占他整个GDP 也大概是15%左右 所以为什么德国一定要台积电去设厂 你多到日本设厂的时候 日本未来有晶片 我们德国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才说 事实上这个晶片法案中 纳禁台湾要排除中国 事实上某些程度来说 事实上日本跟德国 也看得越来越清楚 现在在未来的电动车里面来说 中国搞不好才是最大的敌人 所以说 现在中美之间是一个晶片战争 在中美之间也是一个电动车的战争 而这个电动车的战争 就引诱了日本跟德国 站在美国这边去对付中国 因为现在中国在比亚迪 在全世界卖得真的非常好 现在在欧洲车厂里面有10%的电动车 其实是来自中国 比亚迪 我也想要理那些公司 甚至现在 今年啊 今年比亚迪要卖到日本去了 所以日本他很紧张 万一这个市场完全没了 所以现在电动车最大的国家是中国 对 好 那除了中国的压力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压力是什么 因为特斯拉他现在开始降价 你看特斯拉现在1月6号开始 这个开始降价 他一口气就降了4.8万 各国都全部降价 就他一降价就 只有台湾不降哦 对 其实台湾应该接下来要 只有台湾不降哦 对 好 你知道 而且他现在一降之后 中国的小鹏汽车开始降 他也降了3.6万 结果今天呢 这个福特 他的电动车他也降价 所以现在大家开始降价 杀价抢市场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说嘛 过了15%的门槛之后 这个速度会非常快 因为之前的苹果也是一样 苹果这个 第一支这位手机 推出是1994年 但是一直到2007年到2009年 2007年苹果推出iPhone 2009年才推出15%的这个甜蜜点之后 你看现在 现在全部都是智慧型手机 对啊 几年的时间之内 就一定完全会是智慧型手机 所以那 现在如果是15%的话 我跟大家讲 大概不出10年 不出10年的时间 可能搞不好 这个所有的燃油车 就完全会被淘汰 你说 如果丰田不改变 Toyota不改变 对 10年之后 没有Toyota 他就会负面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丰田这样 因为在这个时候 明明今年是丰田最好的一个 那他前一阵子的市值 还40兆日币 创了日本有史以来 企业的新高 就他在这个时候说 我会阻碍 我是生死的交官 对 你不觉得很莫名其妙吗 我是老人了 对 我会阻挡整个发展 对啊 而且他说是生死 攸关生死的战斗 想说 他们不是卖得非常好吗 其实真的 如果他再不改变的话 10年之内 Toyota可能真的会消失 好 刚刚讲到的 当你要进到了 这个所谓的电动车的市场 你要自驾车上 一个车 上面有8000个晶片 而且这个8000个晶片 跟手机晶片不一样 他要耐高温 他要耐这个 随便通 耐环境的这些恶劣 要耐脏 非常非常难做 而且现在 这些公司 也都找上台湾了 对 你找不到台积电的话 你根本做不出来这些事情 我跟你讲 车用晶片 跟以前过去的晶片 我们熟知的先进晶片 完全是两件事 完全不同吗 我举例好了 这个iPhone什么时候可以用 iPhone官方告诉我们 建议我们在零度到35度 中间使用 你开台车 机面放在引擎室温度多少 平常夏天是100度 冬天是零下-20度 我就问个很简单 你今天iPhone 这么敏感的东西 他告诉我说 最好在零度到35度 直接过用 我常常下午四五十度 三十几度 大太阳一会秀 他会秀陡的 可不好意思 你机面不能秀陡 我放在车子里面 放在引擎室里面 放在引擎室里面 那个最精密的那个高计算 不好意思 高温低温 你都要运作如常嘛 所以一个车用晶片 要比你的手机晶片 更耐高温 更耐所有的极端气候 而且我们平常用iPhone 会下雨吗 不会 会有灰尘吗 会有泥土吗 我可最讲 会有撞击吗 iPhone掉地上坏掉就坏掉 对不对 可你知道吗 车用晶片它要求到什么程度 我车子被撞的时候 车用晶片要完全运作如常 是不是要运作如常 比如说以冰式安全系统来说 它车子会抬升 收拾台会垃圾 气团会爆 甚至会放出一个音波 来浪点耳膜 不要被撞击声去受伤害 这都是在撞击的过程中 车用晶片要运作如常 请问iPhone 我不是说瞧不起iPhone 跟两边规格原本上不一样 对 更遑论车子要什么 所以说 现在的车用晶片 也不是过去的车用晶片 可以想象到 对 而且更遑论车子要什么 上上下海 上下海最基本遇到什么 泥巴 灰尘 雨水 这些东西我要跟大家讲 过去旧式的车子都没有问题 旧式兰油车 没什么晶片 里面晶片了不起 就是radio 这个之类的 那个打开 这个灯 那什么 那都没问题 可是问题现在叫做电动车 现在电动车是什么 我最核心的那个CPU 要不断地帮我运作 帮我去计算 我如何去跟车 如何自动导航 如何驾驶 这些东西的时候 遇到大太阳 遇到下雪天 都要运作如常 很难 还就是最关键 车子是不允许当机 手机可以允许当机 什么意思 我今天雷波都开到一半 我就休息了 就你给我当机撞上去 请问会不会把特撒告死 会不会把风 假设风点一定告死你嘛 我手机当机当机 我当机就重开机嘛 我就冲罢两句就好了 就冲罢两句就好嘛 我手机比如常常讲说 什么给三星带用过热 等等超频的当机 请问我开车 开个机片过热 请问我怎么办 我告诉大家 现在开车的时候 连脚踩煞车 那个煞车讯号 都不是极限式 是电子讯号 你如果那个煞车的车用电体 机面当机的话 你就觉得 堵到车要撞墙 你知道吗 这不允许当机的嘛 所以量率要超高 所以未来车用机面的量率要更高 你的准确度要更高 你的耐收度要更高 然后环境更显恶 然后更冷更热 然后更麻烦 一堆杂物 一堆noise 我们说杂讯更多 所以车用机面 真的很难做 所以你看哦 过去要玩 就德国的英飞林 荷兰的恩资宝 欧洲两部 一发半导体嘛 其实有以前台积电 根本不碰车用机面 为什么 整个台积电在过去 2020年以前 车用机面在台积电 营充占比大概4% 因为很简单 站在台积电立场 你们用旧制程就好 站在车厂立场 因为不允许当机 我希望量率高 稳定 不见得要预算速度这么快 所有都用28奈米 40奈米 稳定最重要 可是问题是 现在不能求稳 为什么 因为大陆标准 NB3 NB4 我不断在拼计算 运算速度 NVIDIA要插入 所谓的车用机面里面 特斯拉说 我要两个超级机面 做大脑两边来比对 然后确定一个正确的路径 让特斯拉去开 去做自降 我不可能再40奈米 但我如何在5奈米 乃或于3奈米的 超高技术之下 寻求良率超高 技术稳定 环境显弱机面 可以照样做的 只有台积电做得到 所以难怪台积电的 车用机面的营收比例 越来越高 是 所以说在疫情之前 台积电是不做 车用机面生意 为什么 因为对来说是成熟制成 我让其他半导体来做 我去专攻7奈米 5奈米 3奈米 2奈米 1奈米 可不好意思 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今天车场 要做出一台车 在险恶的环境可以开 可是又足够聪明 然后又不要常常 当机的车子的机面 不好意思 你只能找上台积电 你如果没有跟台积电 结盟合作 不好意思 你根本没办法往下走 所以我刚刚讲 英飞林 恩智谱 一发半导体 全部找到台积电 研发5奈米的车用机面 所以这个就是未来 东来台湾 全部都爱台湾 全部都吃台积电的产能 所以为什么 难怪欧盟现在 这么在乎这个东西 所以为什么欧盟说 拜托你台积电 去欧洲设厂 28奈米都没关系 原因很简单 你台积电要先设厂 后面才有升级的可能 他们知道靠自己 英飞林 恩智谱 一发半导体 没办法应付 下一个世代电动车 所以刚回到 这个丰田张南 这个事情 你丰田张南 要做电动车 不是靠你原本 所谓的 那个Toyota的造车技术 Toyota造车技术 可以造成很好的车子 当你车子 要注入智慧 这样靠晶片 而这个需要台积电 所以董事长 刚刚讲的 世界真的是 非常紧密相连的一盘棋 本来以为说 中国要拿下台湾 那是一个地缘政治 搞了半天 它跟这个车厂 跟这个自驾车 都有关系 搞了半天 欧盟向美国低头 跟台积电也有关系 对 而且非常意外 这个时间 突然间提前了 你看最近很简单 去年年底 最重要一个人事新闻 鸿海找了蒋上毅 对 蒋上毅去鸿海干嘛 对 去鸿海干嘛 对啊 蒋上毅是什么专业 半导体专业 对啊 他去鸿海干什么 不要说鸿海 要干这个车用半导体 这百分 他不讲嘛 他把蒋上毅挖出 目的就是要吃这一块市场 对 所以我曾经听到 他们的负责人很得意地跟我讲 我们现在所说有讲上一眼 你搞清楚啊 表示今年会有不一样的故事会发生嘛 这个车用半导体的大战已经开始了啦 是 因为我们的iPhone基本上是弱电你知道吗 那这个车子是什么 这是高压电 它有高压转低压的问题啊 对不对 他说那时有快速电流进来 如果你一般基本上马上就爆掉了 对 所以他就很多包括车的电流的 电流速跟压跟高压低压的转换的条件的问题 它不是一般的半导体 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全部要回到 所谓的电动车 然后要回到所谓的自动驾驶 回到AI智能化的概念 对 那智能化不是说是 今天以过去一个半导体 也就是开关 on off的 它智能化包括什么智能化 包括你电池管理的智能化 对 你电池管理智能化 你拼不拼开的电池 拼不拼开吗 是这样子吗 不是这样子嘛 他要懂得用AI来管理 让你电池在使用的时候 是最经济情况的使用 你要在stand by 带车的时候 你是带车的使用状况 它每一种的AI 它有高度智能化的管理 它有多少晶片啊 对啊 所以说你刚刚想想看 八千个晶片 你认为很多吗 不多 不多嘛 所以未来是拼就是拼这个东西 所以它不是所谓的 所有的车辆的控制系统 包括它的电池的管理系统 包括相关的安全系统的控制 那个整套的东西 还有这些data日后的管理 它回去之后 这个晶片还有更重要的 它回到各车厂 重新做下一个 世代晶片的设计的基础 对 它要路上路跑以后 它才知道 所以换言之讲 谁先干 谁就赢很多很多 那现在呢 我们刚刚讲的Toyota Toyota做了一个技术上的错误 它一直相信两件事情会发生 第一个就是hybrid 它是油电混合 混合 它认为有一段时间 是属于油电混合的市场 现在发现没有这个 跳过去 没这个时间给你 有点混合挂掉 没有了 这是第二个 还有第二个什么 它的清能源 清能源是一个大的投资方向 这个部分 目前也没看到结果 所以这个 所谓的它这个丰田的 丰田血统的设厂 它这个日本人非常有勇气 他们完全承认错误 要完全要退出这个市场 交办给年轻人 中国现在有个问题是人口 它现在人口 以前人多了不行 现在人少了也不行 现在确定 中国首次的人口负成长 负成长少了 两个新族市的一个人口 而且讲 有人讲说是低估了 低估就算了 他说他现在生产率低 结婚率低 还有什么 离婚率变高了 对 真的是很可怕 其实中国现在可以说是 正式进入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不是代表着 只是经济上的一个困顿 而是它的出生率 真的已经不如死亡率了 2022年 它整个出生率是 965万人 死亡率来到了 1041万人 死亡率竟然是文革以来 最高的千分之7.37 所以他们就发现 这件事情对中国来讲 已经是60一年 首次的人口大衰退 一次少了85万人 85万人相当于我们新竹市 两个新竹市的人口 而且他们更大一个引优是什么 他们现在开始估计 发现中国25岁到35岁 也就是一个适合生小孩 适合结婚年龄的女性 竟然少了400万人 我想请问一下 没三没人 你是不可以得到死亡了 所以就代表着 未来中国他们的一个出生率的问题 更为堪忧 为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你知道四川指出一个什么绝招吗 他们竟然本来 他们法律是规定 夫妻应当在生育前进行生育登记 也就是两个条件 第一个 你必须是夫妻 第二个 你在生育之前要进行登记 只有现在方宽城是说 凡生育子女的公民 均应办理生育登记 也就是我如果是代孕 我如果是小三 我心心这么高 这样的小孩子也OK 所以他们现在就里面 就很多人说 所以说以前只有婚生子女 才可以登记 你现在非婚生子女也可以登记 而且以前一定要夫妻 生育之前先去登记 现在是有点就是我生了再说 生了再说 生出来了 国家养 他们现在落实了 所以现在就人家就发现说 所以现在生小孩 对中国是最大问题了 我跟你讲 再隔个三五年 搞不好中国立个法 限制女孩子堕胎 这很有可能 因为现在人口的问题 真的是对中国来讲 未来重创经济的一个可能性 而且现在有人讲说 中国现在未富先老 他的人口整个老化了 老化得非常严重 他们现在其实自己都说 都开玩笑说 我们现在中国人 从出生到死亡 我们都是人旷 那人旷你以为讲说 人物资源 好像是人力资源 感觉不错 错 他一声说 从你出生到死亡 你都是国家的韭菜 比如说前二十年 你要花很多钱去念书 后来的三十年 你变成是企业来剥削你 你变成是国家来剥削你 最后的二十年 你已经身体也失败了 你就变成是躺在医院里面 这两天有一个新闻 还蛮火热 在国际 这个国际新闻上 他们说很多就是 在国外念书的人 以前在中国人 念完书不是就变成海龟派 要回到中国吗 他们说 他们现在不回去了 因为他们在国外过去这三年 看到中国 那COVID-19 那样子的极端风控政策 没有办法回去 所以确实是我这一次在日本 我遇到了很多 所有百货公司 一定会有可以说中文的一个服务员 而这中文的服务员 都是年轻的中国人 那为什么他们选择留在日本 因为他们认为 在日本可以得到的一个 是最基本的一个人权保障 已经良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欢迎去关键的时刻 我们知道在中美大战 一开始的时候 美国对付中国的第一个体验 就是华为 而且是上穷必落下黄泉 完全不放过 连任正非的女儿过境加拿大 我都要把你给抓起来 我都要把你软禁下来 甚至你在高端上面 你本来是5G的领航者 你本来是AI的领航者 我在5G跟AI上面 我完全把你打趴下去 你的手机 我让你的市占率节节的下滑 我让你的电动车 完全装不出来 逼着华为为了要生存 它去养猪 它去挖矿 它极其尽其切的能力 它就是要存活有一口饭吃 但没有想到 即使华为已经讲说 我已经去养猪了 我已经去挖矿了 美国还不放过它 我们看到最近的消息 像金融时报 像布隆布尔 像路透社 包括华尔街日报 全部都讲 拜登政府要考虑 切断华为跟美国供应链的 所有关系 不是你5G我封锁女友 不是说你的高端封锁女友 你的4G你的WiFi 我都要全面封锁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华为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公司 华为背后到底 有什么样的力量 华为到底有什么样的家庭 为什么让美国 盯着它不放 而且华为这样的公司 如果说它已经不重要了 为什么华尔街日报 为什么金融时报 为什么路透社跟布隆布尔 还要这么严密地关切它 也就是在中美大战的关键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棋子 就是华为 而这个华为 打到现在 还真的打不死吗 而一个打不死的华为 它在中美大战之间 又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好 这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 华为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嗨 你好 华尔街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说 我今天非常激烊的是 为什么四大的财经媒体 全部都报道说 拜登政府要切断华为 跟美国供应的关系 华为不是被打趴了吗 不是打到地上了吗 不是去养猪了吗 它的手机试战 不都已经没了吗 那为什么还这么关注 而且你的4G 你的WiFi 我都要全面封锁 难道华为的背后 有我们不知道的力量 而美国政府 一定要除之而后快吗 华姐 简单来说 华为不是只有华为公司 它是所有中国最聪明的脑袋 都在华为这家公司里面 那华为的人均的年薪 是500多万台币 它是两岸三地里面 平均薪资最高的一家公司 比台积电还高 比联发科还高 都还要高 所以它里面来说 有非常多非常重要 可以说 目前中国最聪明的脑袋 都在这里 所以那从川普开始 还没打走啊 从川普打他开始 打到现在为止 他还打不死 那以去年 他整体的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他去年的营收2.8兆台币 还是这么高 他还成长 没有 他虽然说营收下滑 但是获利还是OK的 还可以活下来 2.8兆 所以你看他的董事长说什么 2022年 我们成功地摆脱危机 我们的 美国的限制 现在是我们的新常态 我们又 这个如常营业了 所以也就是说 美国的打压 对他来讲 好像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所以说 当华为的仁慈董事长 徐直军讲说 现在美国的限制 对我们是新常态 我们又如常营业之后 美国又下重手 当然 为什么要下重手 保险你知道 我已经对你说5G你不能够用 然后新的技术 我都不给你 就不像你还活了过来 为什么 因为你给他4G的时候 他可以发4G的这个晶片 你要WiFi 我可以发这个基地台 我可以做这些产品啊 所以现在美国很简单 我就全部给你封锁 我目前很简单一件事 美国企业都不能够跟你做生意 事实上美国过去是 你要4GWiFi 是美国可以 你提出申请 我可以核准是给你 但是现在美国已经考虑要切断 华为跟美国厂商相关的关系 而且这不是只有一家报纸报导 Financial Time 华尔街日报 Bloomberg Ru-Totter 都这样说 所以看起来的话 美国显然下个阶段 是要把华为彻底的消灭才行 好 那刚刚讲到头 在2023年新年致死的时候 徐直军讲是奋勇前进 冲破险阻 有质量的活下来 我本来讲说华为已经垮了 我看你们的内容 他还活得好好的 对 没错 为什么这样说 事实上对华为来说 最大影响出现在哪里 就出现在终端业务的收入 你看看 他最高最高的时候 曾经有到4829亿 但你看他去之前 美国开始打压他的时候 他摔到2340亿 不是腰斩了吗 后来还持续再往下跌 也就是说事实上目前为止 他的整个终端手机那一块 的确是卖得非常非常糟糕 问题是什么 他的基地台还是卖得好好的 因为他之前跟台积电 下了大量的这个基地台订单 慢慢再用 虽然说逐渐要用尽 但是他最近也在尝试 一些新的方法 像最近前一阵子 美国他们从这个 华为那边拿了个晶片过来 拆他的这个基地台 就拆他基地台发现什么 他几乎里面已经完全 没有用到美国的晶片 所以你知道 他自己会做晶片 美国你要弄我 我也要防范你 所以那为什么 他敢这样说说 奋勇前进冲破险阻 有质量的活下 事实上某些程度来说 他的确是能够躲避 你为什么太多黑暗 黑的管道可以卖 很多晶片可以进来 而且我想办法用 中国的28奈米 14奈米 能够生产出来 我就生产出来 所以也就是说 他还是从中国那边 拿到非常多晶片的供货量 让他能够活下来 所以说 今天美国如果要打怕中国 华为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如果华为不能打怕 中国我也就没能打怕了 豪杰 那华为我是用了什么 举国之力 我还用了这个司法案件 要打压你 就打压不下去 所以事实上 现在美国的条件 已经非常清楚 他说拒绝继续供应华为 包括4G产品 Wi-Fi 6 还有Wi-Fi 7 人工智慧 高性能运算 还有云端专案 所以等于是说 他全部 几乎都是不给你 美国的产品 我都不要给你 这是一个相当严格的限制 美国任何的技术 你都是拿不到 当然对华为来说 OK啦 我也是传benben 在那边等你 华为有这么厉害吗 当然他过去几年 做了非常多的这个事情 那因为他这样做之后 因为华为一直在买 很多备货的产品 你还没有 你没有一次把我打死 我就慢慢的备货 我可以活过来吧 那他还不止这样 他还任命了 拜登还任命了谁 任命了参与孟晚舟案件的律师 他任命他 就是Kender Kender这个人 他负责美国商务部 负责出口管制事务的助理部长 也就是说 当初他是参与 起诉孟晚舟的案件 就所以他很懂这些华为东西 他现在去担任 负责出口管制 商务部的助理部长 那言下之意就是 他要来负责华为这个案子嘛 所以他事实上 现在美国真的是 他拉高起来 要对付华为 因为为什么 因为对美国来讲话 中国现在最可怕的公司 的确还是华为公司 为什么还是华为公司 你知道华为有一件事情 真的非常厉害 你看华为呢 他在2021年的时候 他把这个旗下的荣耀 把它切割出去 他说我高阶手机 是我们华为做的 但是中低阶 我用个副品牌 把它切割出去 他那一年因为 把手机一个品牌 给切割掉了 那因为那个荣耀 切割出去 他赚了好几千亿人民币进来 就是这样 这个荣耀 切割出去之后 他现在要升为 中国中低阶手机的 去年所有的手机厂常都下滑 他持续成长 虽然他一口气 要升到目前为止来说 以最新的排名 他已经来到了全中国的 这个第二名 仅次于这个Vivo 你知道吗 市场非常厉害 而且他成长性 比Vivo还更好 Vivo去年是衰退了 他是成长的 所以他事实上 以今年来说 人家说 荣耀有可能在今年 会登上中国第一大手机 所以一个被华为切割 一个中低阶的手机 在中国市场 一下就卖这么好 结果他被美国盯上 结果华为还 那个荣耀说 我们跟华为是完全切割开开 他们弄个联合声 我们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可是问题是 美国会不会也对他 这个进行一个制裁 所以才说 你看你打不死的时候 你看他就变得这么厉害 我切一个部门出去 完全可以变成全世界 全中国最厉害的手机 所以才说 华为厉害的 不是华为本身 是他背后那些头脑 那真的是 你要跟全中国最聪明的人 一起在对抗 而且刚才讲到的 华为有一个非常神秘的武器 它的专利 对 它的专利光去年一年 你居然可以获利上百亿 对 为什么这样说 实际上我们知道 华为他过去一段时间 他在这个5G里面 4G里面有非常多专利 比如说你看 在4G的专利里面 它的占比是10% 然后在5G的专利里面来说 它占比是15.4% 所以也就是说 在很多手机里面来说 你要用什么 这个转码器 还有WiFi等等 它有很多很多相关的这个技术 甚至未来的车联网里面 它有很多无线方面的这个技术 所以就前一阵子 为什么你会看到 他连车子都也可以 对 你会看到说 他跟中国厂商合作说 做这个平台 做这个汽车 它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他因为他开始被美国打压之后 他想说 以前我都不赚这个生意 但是我现在要 能够捞多少就捞多少 所以他开始被中国 美国打压之后 他就开始说 这样每一台手机 全世界卖出每一台手机 我都收2.5块美金左右 我收专利美 对 专利费就是2.5块 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够用我的专利 就是他真的就收到 现在全世界 你卖出了每一支手机里面 2.5块就是要付给 美金就要付给华为 因为你没办法绕过这些技术 没办法绕过这些专利 所以他就因为这样 他就赚了非常多钱 所以我现在不卖手机 对 但是我还可以 在手机里面赚一大堆钱 对 我还卖专利 我很多专利来说 反正我都可以卖出去 所以就有人说 他现在一年 从专利至少可以赚 三五十亿美金 赚五十亿很补啊 对他来讲就是非常好 那你说这个专利有那么夸张吗 你看高通2021年 他的专利是63亿美金 Nokia Nokia已经快要挂掉了 他一年的收益 他的全力金的收益 是106亿美金 所以华为现在 他想办法 好 OK 你要封住我 你要封住我生产中端设备 我就卖专利 我就一直研发专利 卡很多专利之后 你没办法卡我 所以就变成是他一个 新的这个隐形的这个 所以为什么美国 会觉得他打不死 就是你看 他又想办法 又赚出一个新的生意出来 为什么我以为他就卖租了 他当然会去卖租 他很多营业 但是真正获利的核心还在 这才是美国最担心的一点 就是你的专利还是 卡住非常多重要的东西 有一天来说 他如果专利越来越多 他现在还是继续在研发 所以这个可能会变成是 美国有非常大的心腹大患 而且刚刚讲的 那美国现在对付中国来讲 我现在只是用产业 用半导体封锁 你已经来不及 已经不够了 我现在对你个别的公司 我也毫不留情了 事实上这几天的时候 华尔街之报又有一个报导 他的报导是说 我一个在核武研究院的时候 他其实在2000年左右 就已经被美国说 你不能够买这个 Intel这个MD的相关产品 就被想到 人家现在发现他还在用 他还是顺利的买到 NVIDIA Intel的这个产品 而且已经经历 那么多年的经历 他照样买 那为什么照样买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市场上 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厉害的一点 就是他们的军方呢 用的就是民用晶片 所以用民间的晶片的时候 你抓不到我 所以他就说你看 他这些晶片都是 淘宝买的 你这个用在Notebook 用在PC上面的晶片 我当然可以买 所以淘宝变成一个黑市 对 他就变成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这些晶片 就流到这个 中国的这个相关的研究 单位里面去做 所以我觉得美国 你再怎么Fight 再怎么封 中国老是有办法突破你 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说 他就是 我封了你 封你 为什么还封不住你 因为你还是一直 不断的突破一些 反正你只要有能够 正康正康 他就完全就可以突破出去 你曾经讲过说 中国企业最可怕的是 他们为了活下去 什么都会做 他们什么都可以做 就是反正我只要活下去 怎么不要脸 或怎样 违反国际规则 他都这样做 所以没办法 那你说 那美国就是 为什么华为可以活下 他用中国的晶片 他在中国生 卖啊 你能怪我什么 我只要不离开中国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 可以让它活下去 所以才说现在美国 对付这个 这个所谓华为的时候 的确有相当大的难处 而且刚刚讲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 中国跟俄罗斯 刚刚讲的 因为这个世界 因为一个 细目拉下来以后 美国为主的供应链 跟中国为主的供应链 已经分开了 而中国为主的供应链 现在更清楚的 他跟俄罗斯 越来越接近了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其实俄罗斯 有发动一个反攻 你想他们也出动无人机 然后他们也出动很多飞机 为什么又回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西方媒体就开始说 因为俄罗斯扩大对华贸易 以对抗西方制裁 那这个摆明就是 把中国就是 你在后面支持他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你看 以中国 俄罗斯从中国晶片的数量 来说 2018年的时候 大概是18亿 2021年的时候是18亿 到2022年的时候 来到24.5亿 也就增加了34% 那这些晶片来说 人家就说西方晶片 都不能够卖到那边去 为什么你中国卖给他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有这些晶片 他可以开始去做一些 无人机的这个东西 所以重新出来嘛 所以现在就等于是说 现在西方也慢慢把这个 你跟俄罗斯 把它完全连在一起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才说 这个美国真的 意在摧毁全中国的很多 高科技发展 其实是蛮明确的一个动作 而且现在在华为之外 第二个 长江存储也开始动手了 长江存储基本上 因为他原本有一座厂 他原本要第二座厂 就现在第二座厂 他已经说我不盖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没有美国的技术 我知道完蛋 所以现在等于是说 你现在中国所有的高科技 中国 反正美国只要看到 我能够摧毁你的 我就尽量把你全部摧毁掉 好所以董事长 我都以为华为被打趴了 我都以为他去养猪了 他去开矿了 就没有想到 他现在透过专利 一年还有数百亿的收入 进到口袋里面 还不止如此 现在美国还不放过他 他怎样 你到底是意气之争 还是说非要把华为打垮 才能够打赢中美贸易战争 这一仗呢 把华为打垮跟中美贸易战的 这个成败 不见得有直接关系 是这样吗 但是有一个事情是事实 华为 你刚刚已经提到了 华为这家公司 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个自行创造的一个民族品牌 所以它代表了中国人的一个光荣 民族企业 对 民族之光 你刚刚讲的是对的 这个民族之光这一次 被整个美国摧毁掉 让中国人非常痛苦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 那我请教你很简单 过去几十年以来 你没有 你讲不出第二个华为以外的 所谓的环球 Global Brand 就是环球品牌 你讲不出第二家 就华为是唯一的一家 而且华为这唯一的一家 这次彻底就被美国人封锁掉 好 第二个问题你刚刚讲很好 为什么美国人非要打击华为不可 对 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他置他于死地 第一个我刚刚讲的 因为是中国人的面子 对 这个还有点情绪的问题 民族主义嘛 它不当然是为了这个 第二个问题是 美国到处跟所有的盟邦讲说 不要用华为 对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它有间谍软体 就你用了华为以后 你的国家 你的通信 你的所有的一切 会被华为偷去 有后门 华为会在你的这个 整个电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电话系统里面 交换机 交换机是后门 然后偷你的东西嘛 所以他就把这个锁定是这个 那你认为 那我们又问这个问题呢 华为到底有没有经典能力 不知道 不知道 对不对 可是我相信 有一个国家有间谍能力 美国 美国一定有嘛 对不对 所以美国敢讲 华为有间谍能力 说他怀疑有间谍能力的原因 是因为 美国自己人在干这个事情嘛 美国在偷全世界的这个电话 这个交换机系统上的相关 他包括连梅克尔的电话 都监听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他知道华为有可能 他也会这样看 所以他讲的是真话 华为有可能会变成间谍系统 所以他要干掉它 我认为 不会是为了做生意啊 或为了你的面子啊 中美贸易中 都不是不是 他真的是认为 你会偷听我的电话 所以那是国力的战争 这就是情报战嘛 你知道国家一强了以后 我们很简单 我记得一件很简单 大概在30年前的一个故事 我想跟你听 30年前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防部 买了一 换了一个 从这个总机啊 以前我们总机是用长江 黄河你记不记得 长江 我们有用手 用手来插 用还用 接线身 用接线身来插手机 后来改成自动拨号系统 对 自动交换系统 自动交换机的时候呢 我们跟美国贝尔买了一台 这个自动交换 非常 国防部 买了一台非常大的 一个交换系统 放在我们国防部里面 检查了三年 不敢用 不敢用 结果还是用 因为你在偷听 还是被人家偷听 你没有办法嘛 他那个先进国家的技术 就是强嘛 那华为的这个技术 已经是独步全球了 到今天为止 你5G还是没有一家赢他 对 他还是搞死你 他还是可以收专利费 他还收专利费 收专利费 小事 他不怕你收专利费 你不要弄到我家来 他把五眼联盟 在那边每天偷听东西 结果你华为把我搞掉了 对 他不是白忙一场嘛 因为所有21世纪的 整个的作战里面的商业情报 还有什么军事情报 科技情报 通通都要经过交换系统 都要经过这些所谓的 网络的系统才能够取得 对 所以他封杀华为 是他必然之 必然的动作 因为这个公司太可怕了 那是情报站的中枢 当然是 他说是情报 他说间谍嘛 他说间谍 我相信美国人 这个考虑是对的 而且也证明了 因为在总机里面 交换机里面 可以放后门嘛 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调查局 台湾的刑事局 在监听这些犯罪电话 从来监听 就从总机监听 电信机 机房 机房监听 人也不要去 电脑打一打就可以监听 效率高的不得了 以前还要弄两个警察 耳机偷听 现在都变 电脑打一打 华盛顿就可以听到 你蔡英文电话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 另外就是 蓬佩奥最近 要写的一本新书 他在写的新书里面 有一个是 他就跟金正恩 两个对话 金正恩里面 我有一个是吓死的 他说 美国你们那个南韩驻军 不要撤掉 因为南韩驻军 不是保护南韩 也是保护北韩 保杰哥 现在完全颠覆我 对于朝鲜 就是北韩跟中共大陆的看法 我先讲 这是蓬佩奥 他瘦很多 对不对 他出了一本新书叫做 never get an inch 就是所谓寸步不让 完全都不让 那这本新书完全颠覆了我 对于北韩跟中国大陆的观点 我先讲一件事情 你记不记得 川普跟金正恩在哪里见面呢 在新加坡不是吗 我今天才是新加坡 就是那里 盛逃杀 2018年的6月 金正恩跟川普在新加坡见面 那在见面之前三个月 外界人们都不知道 当时的中情局的局长 蓬佩奥 在3月的时候 你总要有 对不对 先遣行程吗 对对对 他当时是中情局长 他当时是中情局长 观众朋友 当时他到了北朝鲜去 跟金正恩面对面 拍下这样的照片 结果我中情局长来见 北韩朝鲜的金正恩 你知道见面第一句话 金正恩跟他讲什么吗 是吗 我没想到你会来 我知道你想干掉我 就蓬佩奥讲说 你怎么会想这么直白啊 就他内心马上盘算好几个 因为他想说 我第一次见金正恩 他是个狂人 而且他还这个对不对 核弹试射 我想办法 他可能会讲12345 他没有想到金正恩 第一句就讲说 你想杀我 你知道 结果他讲说 我到现在还是想杀你 就两个人相视一笑 开始坐下来谈 就越谈 他们两个就越谈开心胸 我不知道 金正恩他可能 他告诉蓬佩奥很多事情 他告诉蓬佩奥有什么东西 蓬佩奥都试探情的问他说 我知道现在中国大陆 他都要我们美军 比如像萨德系统 不要再在那边继续了 北韩一定非常高兴 没想到金正恩讲说 我们不高兴 因为中国人都是骗子 他说什么 中国人都是骗子 蓬佩奥自己内心做翻译 金正恩说的 这是他的新书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 蓬佩奥自己做内心翻译 他说他讲的中国人 应该是中共当局 不是所有的人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他还跟大家讲说 他说中国人都是骗子 因为中国是一千年的敌人 他永远要防着中国 然后每到45分钟 这个是我们这里面没有的 我跟大家讲 因为书摘我到来看一下 他说奇怪 每到45分钟的时候 金正恩就会站起来 45分钟一定要去抽烟 对 所以就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跟他越谈越多 所以他就了解到说 原来金正恩呢 他是防着中国大陆的 他说呢 为了保护朝鲜跟提防中共 朝鲜是需要 美国人在南韩部署相关的武器的 为什么 因为你部署那个武器 你看的是要对着我北朝鲜 但其实你要防着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 有可能有一天 把他北韩当成是西藏 当成是新疆 也直接把北韩给解决了 所以说如果美军 就没有在朝鲜半岛 那北韩也就朝鲜半岛 就会跟新疆跟西藏一样 中国会长驱此入 而且龐贝奥在写这段的时候讲 当时 刚刚讲 金正恩是敲着桌子讲的 中国人都是骗子 而且完全颠覆大家的想像 原来北韩是希望 美国在南韩部署相对的武器的 因为他们是防着中国大陆的 好 这是他诉讼的内容 观众朋友我们跳通一下 来看一下日本的电视台 南韩的电视台讲 日本有一个朝鲜专家的学者 他所公布的一封 所谓的朝鲜内部文件 在2016年 比那个金正恩跟那个 蓬佩奥见面更早前两年 他里面写什么呢 就我刚讲的 他说其实 如果日本是我们北朝鲜的 一百年的敌人很近 他们会长相争 中国就是一千年的敌人 所以要防中国 比防日本多十倍 因为听说金正恩过世之前的遗言 就是抓着金正恩说 你不要忘记 中国才是千年的敌人 爸爸告诉他的啊 中国才是千年的敌人 因为北朝鲜在养中国当陆 比起人家生活 其实过得是不愉快的 所以你要知道 我每次都以为 北朝鲜担心 美国他在南韩部署 薩德是为了北朝鲜 北朝鲜他发射核弹 是要对付美国日本 错 王杰哥 为什么要发展核武 因为我们必须要有核武 我们才可以利用核武风暴力量去 碾压中国 他防的是中国 他是弄中国 所以其实完全这本书 颠覆了外界 所以我在想 我当时也很困惑地说 其实照理量想 你今天南韩跟你不是 这两家一家亲吗 你只要这样 你怎么可能修 南韩又没有核武 你干嘛担心 他的核武是要对付中国的 第一个核武对付中国 第二个发展核武的过程当中 让美国跟日本不能够离开 整个这个朝鲜半岛 所以不离开朝鲜半岛的情况之下 其实呢 当中国到了想把美国 提出亚洲的同时 其实北韩是希望把美国拉回来 是假的 你有办法在这地方部署 我也有核武器的时候 中国到了才不管对我 北韩怎么样 不能你这样对新疆 对西藏对付我了 对 如果我今天我有核武 而且美国也在南韩 中国到了就吃不掉北韩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杠杆的原因 而且我觉得真正蛮厉害的 那观众朋友 因为从2009年到2015年 它分两个阶段 北韩不断的在北朝鲜 在发展它的核武 从过去原本多少颗 10到16颗 到后来已经一年可以增加40枚 你这样算下来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北韩有多少枚了 照常计算可能有上百枚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宝洁哥 最主要就是 其实从几个点可以看出来 北韩其实对中国道路 虽然看起来关系很好 可是呢 他们并没有像大家想像的 那么的铁兄弟 我就讲一件事情就好了 在这个安东 那个丹东市的这个中朝友谊桥 在2017年的时候呢 你去看那个新闻 当时中国道路突然说 这个桥要关闭了 那这个桥关闭以后 丹东所有的这一些物资 什么都没办法去 北韩会因此而非常痛苦 但对于每一次他要开要关 要送物资不送物资 其实金正恩早就受不了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难怪说中国疫情一大爆发 完全封锁的也是北韩 我还没讲你就讲了 今年1月8号 不是说要到日本去还挂牌 我们节目不是要讲吗 日本人都气 那个中国大陆人气死了 南韩跟这个日本 我告诉你北韩更狠 北韩是直接 就完全禁止中国大陆的人到北韩去 所以呢其实北韩跟中国大陆 大家知道看起来是很铁的 可是从这把蓬佩奥的这本书来中 可以看出来 他在2018年跟金正恩面对面 谈话的时候 如果他写的内容都是真的 显然金正恩对中国大陆的看法 不是外界的想像 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伙伴 但是呢是彼此猜忌 而且防着他还要发展核武 有一天要核武轰炸中国大陆的 北韩金正恩 看了蓬佩奥 他的钻技的时候把我吓跳了 原来金正恩是这样子看待中国 原来他是这么样的防着中国 原来今天他发展核武主要的 最大敌人是中国 还有他希望美军留在朝鲜半岛 也是要去对付中国 真的这样吗 另外一个就是完全防着中国的 居然是安倍 安倍在2018年的时候 也跟他的内阁革命讲 如果中国打我们的时候 我们挡得了吗 从那一天开始 四年计划对付中国 对 没错 你们大家可能误以为说 台湾只是这个等于说 在台湾眼里面 中国是二邻居亚 你现在可以发现 整个亚洲都把中国当做二邻居亚 就在这个时候 其实包括远在欧洲的法国跟澳洲 展开一个二加二的国皇 跟外交部长的一个会谈 结果他们结论 还是放在台海的安全上面 那我问你 台海的安全上面 也是禁止中国 因为你中国要在台海惹事生非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更需要我们注意的 就刚刚宝杰讲到的日本 日本跟菲律宾也展开了相关的演习 而这个演习 从去年11月到12月等等 那么一直在进行着 但是这一次的演习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亮点 是什么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两架F15 直接从日本飞到降落在菲律宾的空军机场里面 那为什么要有亮点呢 抱歉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日本第一次有战斗机降落在菲律宾的相关的空军机场 二战之后 二战之后 你忘记二战的时候 日本不是占领了菲律宾吗 对 然后后来美军光复了这个等于说菲律宾 把日本赶回去嘛 从那时候到现在 日本的战斗机没有降落过 那除此之外呢 日本还很好心的 直接用送的方式送给了菲律宾四套防空系统 请问这个防空系统对准的人是谁 不是中国嘛 就是中国 所以呢 事实上这次的演习 虽然菲律宾说他们不是为了对抗谁 但大家明眼都看得出来 就是为了对准中国嘛 那么日本再把两艘的巡逻艇呢 也直接送给了这个等于说这个菲律宾嘛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很简单 因为菲律宾最近 小马克市呢 最近才达成一个协议啊 那么目前应该选择是在旅宋岛 是什么协议呢 给美军 除了现在所使用的两个基地之外 另外挑了两个在旅宋岛的军事基地 那么给美军来进行使用嘛 那为什么这样做 还不是为了要禁止中国嘛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这个看得出来啊 最近曝光了 这个的密信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呢 西南日本的这个冲绳跟西南珠岛 这下面 包括龚谷岛啦 这些石原岛这些五个岛 这五个岛呢 打算日本 事实上早就做好了疏散计划 万一中国真的来打琉球 把加索纳基地这些 全部都炸掉了以后呢 这五个岛总共多达12万名的居民呢 要立刻进行疏散计划 这个疏散计划 12万人不是那么容易疏散的 所以这个疏散计划呢 要运用各式各样的航班跟船啊 把它疏散到 目前是预计疏散到九州 那除了疏散之外呢 还必须把在这些西南珠岛这里面呢 每个岛都要有相关类似 我们的乡镇事工所等等啦 那进行这个所谓的避难中心的规划 请问你为什么日本会那么紧张啊 日本你不觉得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吗 事实上告诉各位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那么最近呢 中国的海警船又到了这个 所谓的钓鱼台去嘛 对 中国的目标不是钓鱼台 他们叫钓鱼岛 各位钓鱼岛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知道吗 他们要钓鱼岛干什么 他们的目标不是钓鱼台 不是钓鱼岛 他们的目标是真正是琉球群岛 因为呢 琉球中国一直认为 琉球不是日本的 琉球在二战的时候呢 只是暂时托管给这个美军嘛 那并不是他们是中国的 所以事实上呢 那么他如果要拿下台湾 他一定要拿下琉球 你不要小看琉球 琉球一千多公里啊 如果再加上台湾的话 如果中国把琉球跟那个台湾 一起拿下来 我告诉各位不得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中国整个太平洋门户大开 他踹断了第一岛链 舰指关岛 舰指夏威夷啊 他会成为太平洋的另外一个霸主啊 难怪美国现在 他要在关岛设立一个新的海军陆战队了 对 没错 这也是解释嘛 为什么美军你看呢 包括日本 日本现在盘整在西南群岛里面呢 大概有20个机场左右 有18个机场呢 不堪这个战斗机这个降落 为什么不到2000公尺跑道 那其中有一个下地岛呢 离台湾大概430公里左右啊 那么这个地方很可能是未来美军跟日本 因为现在日本希望美军在琉球这些空军基地 那么日本跟美军的这个相关的航空自卫队呢 可以共同使用啊 而不要小看下地岛 为什么它有一条3000多公尺的这个跑道啊 那么3000多公尺是日目前 包括日本跟那个美军所有的战斗机 全部都可以使用的 这个下地岛未来将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 美军如果要持缘台湾的话呢 大概十几分钟十分钟就到了 所以呢 事实上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之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高达26兆台币 日本1.55兆台币 都是为了因应万一 中国在台湾海峡蠢动的时候呢 必须要保护自己的琉球 美军不能丢的琉球 日本更不能丢的琉球 会的 你在日本自助旅行了一个月 你跑了很多的地方 你说当你最惊讶的是 你每天晚上开了日本的这个电视 日本的电视里面都在谈台湾的问题 所以你现在看到日本的周刊提到 2025美国跟中国开战 还把蔡英文投降弄进去 你并不意外 因为日本每天都在谈这个 宝洁哥 我跟你讲 我一开始呢 就是去外面玩啊 然后去酒吧喝酒啊 酒吧的老板 竟然我就跟他讨论起来 酒吧老板 对 讲一讲 他竟然跟我说 I know 就讲了一句 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 他才跟你讲 竟然是从一个酒吧老板里面讲出来 我想说这也太夸张吧 后来呢我就说 对对对 他就问我为什么要来嘛 我说因为安倍对我们很好 我就讲了这些话 他说 I know 然后连四方会谈他都知道 我想说他是有看我们关键事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 他还跟我说 其实日本晚上的节目 非常着重在中国的一个政治经济 还有军事上面的一个实力分析 是假的 他讲完之后我真的很好奇 他说真的吗 我就开始回去看 一整个礼拜 真的每天他都有一个小时节目 从中国不同面向 包括军事 包括他们的一些海军啊空军啊 还有中国不是之前有讲说 他们的经济衰退 他全部都做非常大篇幅的一个报导 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有一天我竟然看到 我们的魏哲嘉 日本的节目 为什么 因为他开始讨论到台积电 获利创新高 然后呢就讲到台积电 怎么样怎么样 多厉害怎么样 而且重点是台积电 也来我们日本投资了 所以你知道吗 日本 他们也在乎台积电去日本投资 对 而且就把那个 魏哲嘉的脸就弄出来 我就想说天哪 所以你知道吗 日本是非常关注 中国台湾跟日本三方的关系 甚至他们也 那段时间他们的首相 有到那个G7去 他们也都是非常大篇幅的 去报导 所以真的他们 日本对于中国威胁 这件事情上 某一种程度 我会觉得比我们台湾 还要来的重视 而且你说现在如果看 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 他真的受到COVID-19 他的整个内需 真的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而内需受到很大的影响 有一个是 他之前不是想说 我要搞一个北京交易所吗 对 就那北京交易所 每天的成交量 小得很可怜 是 而且那北京交易所 其实是习近平的一大创举 为什么他弄这个北京交易所 当初就认为说 很多美国的 中国到美国去上市的 会被踢回美国的一个 这个资本市场 所以他就弄出了一个北京交易所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要摆开那个江派的人 在上海跟香港这个部分 对的一个经济上的掌控 所以他弄了一个北交所 北交所创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记录 什么记录呢 他宣布要成立北交所到正式开罗 然后已经有成功的上市之后 竟然只有75天的时间 而且一开始就有大概 八样几家的企业去 哇靠这个一开始开红盘 然后第一天就涨了多少多少 没有想到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竟然腰斬在腰斬 他们现在说在北交所上市 大概有九成七眼跌破当时的上市价格 在1月12号的那一 就2023年1月12号 当天的成交竟然就有三笔 金额是2,200块人民币 只有三笔 2,200块人民币的意思是 光我姚慧琛就可以撐起 整个北交所的一个交易盘 所以就觉得这真的是太匡谬了 那所以人家就说习近平的北交所 变成是他继一带一路之后 一个烂尾工程 所以这件事情也在中国 或者是说国外的一个讨论 认为习近平他在这个整个 中国的经济上真的是 真的是宛如猪头 你说为什么台积电现在对美国那么重要 因为本来他们的大哥是英特尔 本来他们的半导体 这个所谓的泰山北斗是英特尔 可是英特尔居然垮掉了 他居然被AMD赶过去了 AMD为什么可以赶过英特尔 就只有台积电后面这个靠塞 代表这个世界真的变了 光姐 过去英特尔是所谓的 皇冠上面的那颗珍珠 他所有半导体里面技术最厉害 可是你看他最新公布了 去年第四季的营收相当惨 营收算退了31% 然后净损变成是净亏损 6.6亿亿 然后去年同期是获利46亿 所以等于是由营转亏 那全年度来说的话 都是大幅的下滑 全年营收下滑了20% 就获利下滑了60% 就人家就说 这个财报是用灾难级来形容 也就是说去年是英特尔 业绩相当惨淡的一年 以前说张宗某有一个梦 张宗某梦就是他要赶过英特尔 他不但赶过英特尔 他居然是眼镇上看到英特尔垮掉 现在多尴尬一件事 英特尔过去是美国半导体的一哥 现在整个美国半导体 它已经变成是三哥了 实在没有把台湾算进去 现在一哥是NVIDIA NVIDIA的市值大概是4400亿 二哥是AMD AMD是1300多亿 他只有1200多亿 他赢过他 所以他对他来讲 真的相当的相当的尴尬 那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目前英特尔 不论是在产品 或是在整个 整个评价里面都相当糟 因为人家就说你这个CEO 你只会每天都说要追台积电 结果你现在台积电 现在是指是他的三倍 所以你知道他怎么去追 根本追不上 英特尔做不出来吗 对 他不是找另一个技术出身的CEO 不是很厉害吗 而且很厉害 嘴巴非常厉害 但是做的真的是不太好 你看很简单 因为去年的确是PC非常不好 所以整个PC 他的整个营收了下降了36% 但是呢 他原本获利最好的是资料中心 还有AI事业群 就没想到也衰退了大概33% 也就是为什么会衰退呢 因为他的伺服器跟这个AI 现在两家公司建来了嘛 一个就是AMD 一个就是这个NVIDIA嘛 所以原本的这个伺服器 他原本市占率是99% 就现在AMD从1% 已经来到13% 剩下这么多 对 所以这就是因为这样 然后他说 今年AMD在年纪一年 会到30% 那AMD又很垮啦 所以对他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 那甚至你的AI架构里面的东西 你现在做的也不够好 所以现在等于是说 你在AI被这个NVIDIA打好完的 然后你在伺服器里面AMD又懒 那你还靠什么 所以他现在整个是完全 非常的节节败退的一个局面 他今年基辛格 他在这个法说会说 我要在个人电脑 还有伺服器那边收复师徒啊 就他这样一讲的时候 没有一个分析师相信啊 大家都说 那是没可能的事情啊 而且刚刚讲的 之前他非常强的是 因为我的架构 X86的架构 我独破全球 可是人家从X86外面 又搞了一个ARM 上迪亚研究室里面来说话 上迪亚研究室 他们的大部分的CPU 或是说超级电脑 或是说你的专案里面 他都是让这个Intel来负责 就最近一段时间呢 这个美国的能源部居然委托 说AMD来做 找AMD来做 所以你来帮忙我们开发 核武模拟软体技术 也就是说过去是Intel吃的 他现在不找你了 他就找这个AMD来 为什么要 为什么过去Intel独师 Intel它不只是CPU做得好 它过去的伺服器 AI技术都非常好 问题是你现在不是独步的吗 所以大家就宁愿找AMD来互相合作 所以告诉你 过去Intel可以说是 美国的独生子 美国长子 就没想到现在 已经沦落到AMD也可以来分它市场 所以这就变成是 美国的这个半导体业 已经没有人可以靠 所以美国现在要靠Intel 是靠不住了 当然靠不住 Intel的CEO一直在那边讲 他就说 他目前为止 他其实今年应该推出一个 叫Intel 7的 然后2025年的时候 他说会推出一个叫Intel 1.8的这个技术 1.8就约莫是等于 我们台湾的2奈米 跟韩国的2奈米 他说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这个Intel技术 就可以跟台积电一模一样 可是问题是他现在的Intel 7 都还没做出 他怎么有可能到 他原本用Intel 7的 有一个新的 叫15代的Core的IC 就没想到他15代 我说没有了 他就直接说 我们还有一个16代 15代就没了 为什么因为7奈米做不出来 那现在他就说 那我们就用新的制程做这个 7奈米做不出来 那怎么可能 所以我才说 你讲那么多 没有人相信你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你连这个目前的制程技术 你都搞不定嘛 而且苹果现在也讲说 他现在从设计制造 全部到晶片都要自己来 对 那不是这样的 像高通 像Intel 就全部被踢出去了 你看苹果已经完全 用自己的手机晶片了 那联发科也有他的晶片 然后甚至现在 连Google都要做晶片 亚马逊要做晶片 请问未来 谁要用你的晶片 所以对这个Intel来讲 他的压力越来越大 以后他自己设计晶片 他都自己设计晶片 那自己设计晶片的时候 开心到谁 开心到台积电嘛 而且刚刚讲的 2025年iPhone 从内到外都要自己研发 对 自己研发就代表 我自己找制造商 自己找制造商 就只能找台湾的 所以就导台积电一家公司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要靠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Intel 是不现实的一个局面 再来我们再讲 另外一家公司叫三星 三星也是一模一样 我觉得今年来真的 台湾真的好像 这个国运签不是上上签 我觉得还真的有这样 你可以看到Intel 已经开始败亡 另外一个三星 三星很坦吗 他去年第四季度 缴出八年来 最差的获利成绩 那他不是这样 他还预估他今年第一季 搞不好会出现亏损 你知道他 前一阵子 这个三星还说 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 危急存亡的时刻 你想说怎么那么夸张 就真的是这样 因为目前为止 他们主要产品 太依赖半导 太依赖记忆体 那目前PCNB很差 库存一大堆 他根本没有办法卖出去 虽然现在压力很大 而且面对中国挑战 对 再加上说 他的很多产品都卖到中国去 你又被卡住 那他说 那我的这个金元代工 他目前号称了三奈米 量力只有10% 没有人愿意用 所以对他来讲 他真的也被卡住 所以为什么 现在大家都来找台积电 知道 刚刚讲到 三星没想到 今年业绩非常惨 可是三星也想说 他们现在投了很多的力气 很多的研发 去搞这个车用晶片 他们想要在车用晶片 对台积电 搬回一城吧 对 因为车用晶片 真的可能会变成个转捩点 三星没有跟到 就变下一个世代的Intel了 为什么 因为所谓的新的电动车 其实讲白话 我们未来就是有 四个轮子的超级电脑 加上视听娱乐中心 这是非常重要 它的量级 它需要的质量 它需要的量 完全不同概念 比如说 以现在一台油车的晶片 大概200克到300克 现在的电动车大概2000克 未来电动车是5000克晶片 它的量数完全是不一样 而且它不只数量不一样 它里面要求的质量也完全不一样 什么叫质量也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对于一个晶片来说 你要想看它在车里面可以用 它必须热的时候耐到引擎是100度 冷的时候引擎是-20度 下面有下雨有灰尘有泥土 甚至在撞击的时候 它的晶片都要自然的 它都要完全能够使用 甚至良率不可以当机 手机可以接受当机 可是车用晶片不可以当机 所以未来这个市场非常非常的大 我跟大家讲 比如说好了 现在你仔细看现在车子 几乎所有都是触控 以前调个冷气不是这样转一下吗 不好意思 现在冷气调 触控 以前调冷气不是左跟右吗 不好意思 触控 以前调声音啊 不是转一下吗 不好意思 触控加声控 以前照后机不是手动一下吗 不好意思 现在触控 所以现在全部都没有触控 都是要晶片 全部都是要晶片 那我一个最简单的 你能够接受你开车开到一半 我不要讲说什么 踩油门坏掉那么麻烦了 你能够接受你开车开到一半 你旁边电动窗窗的晶片坏掉吗 你不能调电动车窗 你不能看照后镜 它是很麻烦很麻烦的嘛 而且呢 因为是这样子 大家未来从Level1 Level2到Level5 Level5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上车就跟废人一样嘛 你如果Level5的时候 你这车是废人嘛 你没事干台北到台中两个小时 车都会帮你开嘛 你需要可以看电视 可不可以看电影 要不要打电动 打电动有没有分什么画质啊 速度啊 3D啊等等 最好要不要戴个VR眼镜 全部都是晶片 所以在这边状况之下 车厂遇到一个问题 我过去合作车厂 英飞0 N字谱 易发半导体 全部不是做这些东西的 这些过去的英飞0 N字谱 易发半导体 它哪会的什么 40奈米的 28奈米以上 65奈米 它们做到简单的 这个所谓预算 它们OK 可问题是你做3奈米 5奈米 7奈米 没有人会做嘛 谁会做 全是有两个厂 台积电跟三星 可是三星会遇到一个问题啊 它会超频啊 它会过热啊 它可能会出事啊 它去带空这个高通的手机 一天到笑容八八八 要嘛就超频 要嘛就过热 要嘛就当机 请问 你手机当机可以抽 看你车子不能当机嘛 可是台积电为什么老神在在 原因很简单嘛 我知道你三星良率比不过我啊 还有个大问题 刚董事长有讲 它需要大电量 什么叫大电量 我们一般手机就是110伏 或220伏嘛 不好意思 你在比如说开车的时候 动辄700伏800伏 大电量的时候那是什么 第三代半导体 第三代半导体又开启一个新战场嘛 这第三代半导体 也是台湾跟韩国的主战场嘛 所以现在变成是说 过去半导体整个市场分额 已经分完了 活下来的两家叫做三星跟台积电 格罗方的 别人进不来吗 别人进不来 这过去半导体 就是我们现在半导体这样 台积电跟三星火 因为他们只有这两家火到三奈米嘛 英特尔挂啊 刚刚讲嘛 格罗方的早就放弃嘛 各种公司早就放弃嘛 不好意思 到下一个台积电跟三星分出胜负 就是车用半导体嘛 所以车用半导体 是下个世代的重中之重 而且另外一个是 现在游戏规则真的改变吗 现在状况是这样 因为这个车用半导体的这个车 各家都在抢规格 各家在抢规格 得规格 者得天下 所以我要制定规格 我只要抢到规格 我就可以变成 后面所有人都follow我的规则 就变成我刚刚讲的嘛 我这样就有一天我倒了 我每天收权力金 每天收一百多亿啊 得规格者 者得天下 所以现在没有一个人会follow 其他家车厂的规格 包含特斯拉用什么电池 我鸿海 我几个保时鞋push 就用其他规格电池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找自己的新规格 可是问题是韩国的公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台湾是专门做制造的 日本做设备 美国做设计各式其次 可是韩国三星上 我设计三星要做 我设备三星要做 我制造三星要做 话说没有人会相信三星 但是过去 因为你都会是我的敌人 对 因为你是我的敌人 你可能会做品牌 我今天有可能 我找你代空 你转身三星就说 我要做三星的电动车 可是我给台积电没有问题 所以你可以现在看到 NVIDIA跑去跟台积电合作 AMD跑去跟台积电合作 Intel因为自己有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设计部分 所以没有人要外包给Intel做 所以Intel也知道自己做 所以被甩在后面 所以这个大南海战术 大南海现在才开始 大家都在抢规格 抢产量 抢下一个世代的话语权 而台积电有至高的话语权 好 董事长 你之前很早就讲了 以前战略物资是石油 是能源 现在的战略物资是晶片 这个晶片 刚刚讲的Intel也垮掉了 那代表 那真的掌握这个晶片 变得非常重要了 现在你看到 变成各家公司 都进入晶片的大增 所以每一个用战 已经各自发展出 它的产品的差异性了 对 你看苹果进来了 然后Sony进来了 各家媒体通通进来了 所以换言之讲 以下一个世代的 苹果的手机 它所做出来的东西 跟我们现在的理解 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嘛 它不一样了嘛 它完全是它自己的概念嘛 所以它变成苹果会创造 它自己的一个生态系统 它这个生态系统 维持苹果的整个家族的兴旺 然后跟其他的 这个所谓的 你在做手机 对不对 我在做一个家族 我做一个System 我做一个生态系 生态系 我这个生态系 跟你在做手机的时候 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对不对 我里面有我的内容 我有我的电 我有我的电视 我有我的电影 我拍我的电影 我有我的游戏 一大堆 一大堆东西 就变成一个生态系 那这个生态系 跟后劲的 做硬体的手机来讲的话 先天上 它就做出个差异性了嘛 那这要靠什么 晶片 当然靠晶片嘛 靠高端的演算能力 把整个串接起来 而且未来的晶片的价格 它说自己设计出来的晶片 请问你 它的成本会比别人高吗 不会 不一定 搞不好还比较有竞争力 所以这个已经进入一个 新的一个战争的方式 而这个情况之下 你刚刚提到的 华为现在是全中国第一名 但它有没有这个生态系 没有 所以我们都知道 目前全世界的所有的手机的利润 百分之八十 被苹果拿去了 被苹果一家拿去了 那未来这个百分之八十 会变成什么情况 会更严重嘛 而且它用这个优势 再转向跟电动车 车场合作的话 对 那这个怎么跟它拼呢 所以这个以后的 所谓的3C的概念 跟电动车的概念 跟这个完全 就是我们过去讲过的 它已经变成一个系统化的东西 美国台讲说 我要给你布莱德雷的 这个所谓的坦克车 说着说着 现在已经被拍到 它已经在路上了 对 没错 我觉得美国 那么在很多的这个 军援乌克兰的事件里面 那么它所宣布的 它1月6号才宣布说 M2的布莱德雷的步兵战斗车 那么要这个军援乌克兰 已经现在证实 那么这60步的所谓的 这个坦克杀手呢 其实都已经运船 已经运到 准备这个运到欧洲去了 对 速度未免太快了一点了吧 已经上铁皮了 一般来讲 60步的这个坦克杀手 说要给 然后你也要经过一些盘点 应该怎么样了 所以现在证实 可能很多的炮弹坦克装甲车 包括这个所谓的 这个汉马车等等 对 在它宣布的时候 搞不好都已经在乌克兰里面了 他们人员都训练好了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宣布里面呢 还意外透露 我们在过年对不对 我们在过年期间意外透露 那么美国不是在华盛顿附近呢 那么那个部署了 包括在白宫附近呢 部署了很多的这个 先进国家的防空系统嘛 中程这个等于说 防空的这个飞弹系统嘛 现在证实已经到了乌克兰了 已经进去了 那么爱国者这个等于说 各式的这个防空飞弹等等也去了 那现在有一点蛮有意思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在面对这个媒体 在问他说 那你会不会给F-16 他断然说不会 我不会给F-16 然后德国也说我们不会给飞机 可是你知道吗 波兰说他们要给F-16 所以我现在怀疑啊 那么包括德国跟美国这些大国呢 都在玩两面手法 也就是说我避免去吃鸡 我慢慢来慢慢来 先由旁边的这个等于波兰啦 然后呢其他的国家啦 然后先捐给这个等于说乌克兰嘛 那如果你美国不给F-16 但我也是 照理来讲啦 你也可以让波兰不捐F-16嘛 那波兰现在要捐F-16 过去的话不等于是美国默许吗 俄罗斯有一间大型的公司 这一次悬赏 因为很不错耶 北松西方直接捐嘛 所以他已经悬赏了 那包括这个 第一个俄罗斯 还有这个瓦格纳佣兵集团 第一步把这个等于说 鲍尔坦克集毁的人 给500万卢布的奖金 那如果是第二步 或以后的人 缩短时间十分之一啦 50万的这个等于说 卢布啦 现在加码了 加码什么呢 如果把西方所捐的F-16 第一架打下来的1500万卢布 那我问你嘛 如果没有要捐F-16 那你为什么要悬赏这个嘛 表示连俄罗斯自己本身都认为 F-16上这个战场啊 是有可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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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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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